口温两年终止乐天桃源队再度飞抵石原岛 当地政府及球迷热情迎接 还准备了好几张加油标语 我们来到了这里之后呢 感觉到石原市政府各方面亲切的态度 也让我们呢也准备好 要把这两场比赛打得漂亮打得精彩 已经第四次到石原岛的队员陈静 这次还多了一个经典赛国手身份 他表示会在不受伤的范围内全力以赴 因为中华队那边也是 现在也是在石山打击的阶段 那我来这边其实也是保持一样的心态 就是只是变成是比赛 很多学长都说其实来 其实不是来学习的 就是要来跟他们输入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我们好的地方 然后他们 他们一定有他们好的地方 那就是互相去切磋 我觉得是用切磋来 来就是心态上是用切磋来 面对这次的比赛 桃园队与罗德队的亚洲门户交流赛 从2016年就开始进行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停犯 今年是桃园队第六度远征石原岛 预计与日直清夜罗德队进行两场交流赛 对于能再次踏上石原岛 桃园领队蒲伟钦的是内心非常感动 桃园队将新闻十元大报道